炒土豆丝一定不能乱炒 这样炒出来不仅仅脆爽 宣美口口 还特别的好吃 下饭 今天就把我们家炒土豆丝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炒土豆丝 土豆一定要选对 优先选择这种红皮黄心的土豆 然后其次的话才是那种黄皮黄心的 一定不能选择白心的土豆 白心的土豆是用来制作淀粉的 炒出土豆丝全部溶积积的 不好吃 这个红皮土豆是云南产的 两块钱一斤 好漂亮哦 血皮洗净过后来切成片 土豆丝炒得好不好 切这一步就非常的关键 咱们不是要把它切来多细 而是要切来粗细均匀 一般情况最后这一点不好切了 我们就片一下 从上面给它片过去 切入的话也是同样的方法 最后一点不好切的 就是这样片 全部切好过后 用手这样按一下 把它摆撑 其实土豆丝切不好的朋友 可以买一个擦丝的工具擦 给我的感觉擦出来的 始终没有切出来的有灵魂 土豆丝切好过后 一定要放到清水里面清洗一下 洗去它表皮的淀粉 炒出来才不会浮起浮起的 第二个也不会粘锅 再来额外的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也就是半肥半瘦的肉都可以 切一点下来 先切一下过后来剁碎 稍微给它载来细一点 再来准备一点姜蒜 配一下后载碎 再来上一点蒜米 顶刀切成花灰 再来上一点葱 炒土豆丝一定不能直接下锅炒 下锅前要做上这样子的一步 水开之后 下去给它焯一下水 这个样子炒出来它才会脆爽 下锅大约超过15秒钟 就可以给它露出来 把水分控掉 另起锅来上一点菜籽油 把锅制好过后先下入末 再下姜葱蒜末 干辣椒 老抽酱油 一丁点料酒 全部都炒香下土豆丝 先用大火翻炒均匀 下蒜米的花花 继续的炒段 来点糖 盐 鸡精 继续的大火翻炒均匀 性感的冲发 再次的炒转炒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香 闷闷的一大盆 非常美味的入末土豆丝就做好了 蒸汁炒出来的土豆丝非常的脆爽 炒香 还有入末的香味 整道菜的口感就是一个开胃下饭的口感 方法特别的简单实用 大家喜欢吃土豆的朋友不妨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一下四川的特色炒法 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锅了 我们还有西瓜吃的 红烧的 土豆豆丝 嗯 这个是寒鲜味的 嗯 这土豆好吃的 嗯 红皮炒都拿来稍微好吃 烧的叫小锅那种 小锅饮的 嗯 一锅切个三四次 好吃 你咋子不烧了 防弄乳咋子不好吃的 嗯 这里还烧了一个猪皮 就是有葱花我就不喜欢 你炒菜放葱花你就喜欢 我炒菜放葱花你就不喜欢 因为我不吃葱 不吃葱你炒菜也不要放了以后 我给他烦 短秒的水 嗯 你的葱 葱 你叫葱啊 嗯 这不是葱 哦 这是葱嘛 这些蒜苗花 这都是蒜苗花 葱的也是圆的 就是煸的的嘛 你看这也全部是煸的的嘛 嗯 是不是蒜苗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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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